Hey Babes, Welcome to my channel 大家好,我是Sonia 刚过去的节日里,你们跟我一样在家养猪了吗? 今天我们来做几个普拉提里面的经典拉伸并且训练核心肌群的动作 首先我们伸直双腿与肩同宽 尽量伸直腿部,紧贴地面 同时把背部打直 宽关节90度,骨盆保持中立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大写的L字形 你可以微微屈膝,或者坐在一个垫子上 我们先开始热身,把整个身体向前倾 然后再向后移 你会感觉大腿后侧有一个强烈拉伸感 然后我们吸口气 呼气骨盆后倾,肚子向后缩 吸气骨盆前倾,肚子向前,尾骨向后 前后这样子摇摆 三到五下 最后两下 然后我们深吸口气拉长,背部向上 呼气从头颈尖,慢慢一个一个脊椎骨往前卷 然后再吸气卷回来 伸长,呼气再向下 向下卷的时候卷到腰部就可以停下来 然后再吸气往上打直背部 如果你怕动作做的不准确 可以背靠墙壁来做这个动作 跟往常一样这类拉伸的动作呢 你要做多少下都无所谓的 做到你舒服位置 这里示范作用我做了八下 这个动作呢叫spine stretch 顾名思义就是在拉伸我们的脊柱 主要是胸椎的部分 那同时你在往下的时候会感觉到大腿后侧 也有一个深度拉伸 好,我们做最后两下 最后一下呼气向前 吸气一节一节骨头叠上来 伸长背部 下一个动作呢是脊柱旋转 我们把脚再打开一些与垫子同宽 跟刚才一样如果坐不直的话可以加个小垫子 现在把手向两旁打开 举到肩膀的高度 吸气我们伸长脊柱 呼气转向左边 这时候我们的头眼神随着我们的胸骨转动 肋骨转动 腰椎和臀部紧贴住地面不要动 接下来是错误示范 大家要看一下 左脖不能离地 两条腿也应该保持一样长度紧贴地面 转到中间的时候吸气拉长脊柱 呼气的时候转向两边 跟刚刚的动作一样 这个动作也是慢慢地做最有效果 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看着简单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完全正确的话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多做几遍之后会感到微微出汗就对了 同时呢在发力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不自觉的耸肩 记得我们要伸长脖子 肩部下沉 好我们最后每边再各做一下 就会进入下一个动作 我们吸气把身体摆正 保持跟刚刚起始动作一模一样 吸气拉长脊柱 呼气我们转向左边的时候呢 用我们的手指去碰我们的小指头 眼睛看向后面的手指 我们停留一到两秒感受这个拉伸 慢慢吸气 打直到中间 呼气再转向另外一边 那这个动作的名字叫梭锯子 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手像锯子一样 锯向脚趾 那你现在应该感觉到这个是把前两个 spine stretch跟spine twist 两个动作结合起来了 向前和左右两个维度来拉伸我们的脊柱胸椎 而且同时呢要运用我们的核心去稳住 臀部和腰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胸椎 其实是动的最少的一个部位 通常呢我们在动的时候都是动颈椎 或者是腰椎 久而久之胸椎呢灵活性就非常的差 导致我们要超额使用腰椎 那腰椎就很容易受伤了 而在稳定我们的臀部和腰椎的过程中 我们的腹斜肌 还有深层肌肉 就是包括核心肌肉都要发力 最后再做两遍 我们就会开始进入 比较辛苦的训练腹肌的部分了 下一个部分最好拿一条绳子 或一根肝子作为辅助 我们手臂打开与肩同宽 保持背部垂直于地面 吸气手举高向天 呼气放下 再来吸气向上 呼气放下 这个动作不只练到核心肌肉 还更多的练到我们的上背部 还有一点点的手臂肌肉 好我们总共举八下 最后三 二 最后一向前伸 然后手向前伸 整个伸直打直向后轻 10度到15度左右 这个幅度呢 就是你感到下腹部开始颤抖了 你就可以停下来 不用再往后了 然后我们停留在这里 同时伸直双臂向上 5 5 4 坚持住 3 2 最后一下 好 可以休息 好 然后我们再来 再次把双手举高头顶 向后 身体向后轻 然后我们再来 把手放下 身体不动 5 4 3 2 1 非常好 可以休息 接下来我们把前几个动作 结合起来 做一个很有趣的动作 叫环游世界 首先我们握着绳子 双手举高向上 背部打直 然后我们呼气转向左边 吸气打直身体向左斜后方倾斜 然后呼气身体折向右斜前方 吸气转向中间再转向左斜前方 呼气打直 吸气又再次把身体向右斜后方 再呼气向前倾 再重复向另外一边 这个动作讲解起来确实比较复杂 不止考验我们的肌肉 核心还有考验我们的记忆能力了 记得双脚全程要紧贴地面 尽量不要离地 像刚刚一样如果没法做到 你可以微微屈膝 然后坐在垫子上 然后重复同样的动作 这个动作结合了我们刚刚学的拉伸旋转 还有锯子既有效的拉伸脊柱 又可以训练我们的核心腹肌 由于步骤比较复杂 这个属于中高级的动作 那今天所有的动作除了可以在瑜伽垫上做 你也可以在比较硬一点的沙发和床上做都可以 由于步骤比较复杂 大家可能会不记得什么时候吸气 什么时候呼气 这个不要紧 只要你记得保持呼吸就好了 好我们最后再多做两遍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比较简易的拉伸训练腹肌的动作 可以帮你在寒冷的冬天继续保持运动 好那我们下次见吧 Bye Love you Babes